好,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到麦子学院 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学习关于HighCats的部分元素的一个设置 好,我们来看一下本节课的一个大章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图表中文字的颜色的设置 图表中文字的颜色设置 我们首先提前跟大家说一下 我们这个还是以咱们上节课的这个demo来进行一个测试 来进行一个测试 这是咱们上节课讲的一个demo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图表中文字颜色的设置 图表中所有文字都设置字体颜色等样式 我们一般是通过这个style.color来进行设置文字颜色的 这和我们css中设置文字的字体啊,大小 还有它的这个粗细,以及它的这个颜色都是一样的 这个下面我又给大家展示了一个例子 我们可以用下面的这些属性来进行设置某一个元素下面的一个颜色的一个样式的一个展现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比如说我想把这个title的一个它关于它的一些颜色样式啊 我给它重新进行一个设置 我们首先来看 首先给它删一下 首先来看一下 好,现在它的这个样式是这样的 样式是这样的 然后呢,我们现在给它 删过去,然后设置一下 然后我们现在呃,给它的这个字体的大小是12px 我们来看 我们来看 首先它这个明显 明显已经改变了 变得很小了 然后它的颜色 它的颜色变成了这个红色啊 以及它的这个字体的大小也进行了变更啊 所以呢 我们如果说想要改变 图表中某一个具体元素的这个样式的一个展现 呃,字体,关于字体的一个样式的一个展现 我们完全可以用 表下面的它的这些属性 来对它进行一个设置 好,那这个就是我呢 我跟大家介绍的一个 呃,它是怎样设置文字的这个颜色 好,看完了这个设置文字的颜色以后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数据提示框的一个设置 这个数据提示框呢 在上一两节课里面都跟大家讲过啊 我们把鼠标放到某一个数据点上的时候 它会跟大家弹出来一个数据提示框啊 这个是一个小通通 显示周二 然后Legend的是北京 然后对应的这个值是6.9 这个就是它的一个true tip 我们可以在这个数据框里的做很多很多 呃,定制化的一些动作 定制化的一些动作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它最基本的一个设置 关于数据提示框外观的这个常用配置啊 我们首先来看 第一个,呃,第一个 Background color Background color 设置它的背景颜色 Ball color 设置它的边框颜色 Ball the radius 就是边框的圆角 然后还有这个宽度 边框的宽度 是否显示阴影 是否开启动画效果 好,这个是我们咱们在呃,第一 第一小节里边跟大家讲的 文字内容的一个相关的一个设置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效果 看一下这个效果 在这个to tip里边直接进行设置就OK 啊,它是没有的 没有的,它就是默认 那我们考虑一下 看一下 好,它现在正是呃,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它现在的这个提示框是这样的 那我们刷新了以后呢 的这个 就好 ocument.8 我们这里边很明显的看到 这边这个处是写错了 我们给它改过来 改过来以后我们再进行刷新 我们来看 我们来看这个边框是不是有改变 它的这个背景色已经改成了这种黄色 浅黄色 然后有这个边框 然后边框也是变成了一个圆角 我们来看变成了圆角 然后边框是用黑色来标明的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 接下来再往下看 我们再把这个文字内容的相关给它加上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效果 好我们来看 它这个里边文字是不是有了变化 也变成这个红色了 变成红色 那这个就是我们2tip里边相关的一些设置 当然了我们在这里边还可以 在这个2tip这个 背上里边还可以给它设置 比如说设置一些高级的一些操作 比如说我在这里边写一个什么样的函数 格式化一个什么样的时间 都是可以的 这个是它后续的一个高级操作 我们跟大家主要介绍一下 它的这个基本的一个配置 好 那这个数据提示光设置完成了以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设置版权信息 设置版权信息 那在正常情况下 我们一般来看它看这儿 这个就是它的一个版权信息 但是我们在工作的过程中 可能老板就不希望它出现 这个highcast.com 可能是出现我们公司自己的网站的 一个版权的一个信息 也是为了宣传 然后我们来看 怎样去设置这个版权信息 版权信息一般显示在图表 右下方包含链接的文字 刚刚跟大家已经看过了 链接的默认链接的是 highcast的官方网站 我们可以通过指定这个credits credits的英文的中文意思呢 就是版权 inable to enforce inable就是启用不启用 force 可不显示该信息 这样的话就能给它进行的进用 那这个就是我们下面 跟大家列出来的 这个是否显示版权信息的一些常用属性 包括这个属性名 包括这个inable to hear of text 的position 还有这个spell 这个style呢 样式呢 第一小节 第二小节都跟大家说过了 这个 大家可以来看一下 这个表里边 显示的一切东西 版权信息的一个常见设置 比如说我们想屏蔽一下 这个highcast.com 这个版权信息 我们 可以增加这么一行代码 credits inable to enforce 好我们来看一下 就在这跟大家加一下 在这儿再跟大家说一下一个坑 就是说我们在进行这个写写这个对象的时候呢 我们后面必须写这个逗号啊 它表示的是一个分隔 这个分隔 如果没有 有的时候没有这个逗号的话 可能会导致一些错误 好 我们继续来讲 往下看 好我们来看 这个highcast.com 是不是没有了 force 给它禁用了 那如果说我们不想禁用它 不想禁用它 然后也想给它设置成我们公司自己的一个定制的一个东西 那怎么弄呢 也是非常简单的 如果想去掉本 这是下面给了大家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例子 给大家来展示一下 好 来跟大家解释一下 这个都代表什么意思 首先我们需要把这个改成处 或者说是把它处置掉 也行 默认它就是处 然后text 就是说它这个链接了这个文字 显示的文字 下面harp是显示的链接的一个地址 这都是html里的标签 这个position 是它的这个位置的一个设置 这是在咱们css里边也是会设置的 align x the x 都有多余 这是垂直的一个设置 下面这个是无庸置疑 这是刚刚跟大家说过的 是文字样式的一个设置 就是curse 它的鼠标 color 还有它的这个form size form size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好 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哪块又是错了 来排查一下这个错误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color 先把这个形式去掉 好 我们来看 就默认给它去掉 去掉完成了以后呢 我们来看 在这边 在这边是不是 呃 这边就有了 3w.high trust.cn 这样的话 是不是我们可以把这个 呃 类似于打了一个水印的一个功能 可以给它打上去 来保护我们这个 呃 自己公司那个产权 呃 一个版权 比如百度 在这儿都是可以改的 呃 显示成功 显示反驻啊 这边可以随便写text 随便写一些文字 都是可以的 都是可以的 可以随便加了 加上自己的一些版权啊 这个也是我们在实际工作中 比较有用的一个东西 好 那这个是设置版权的一个 设置的一个方法 我们再来看一下设置语言文字 设置语言文字 呃 hichas中的文字啊 是可以通过这个 hichas.stataoption.language来设置的 这个lang是lang的一个缩写 language呢 属于全局的配置 对当前页面的 注意啊 它是全局的配置 对当前页面的所有图表都有效 这是它的一个汉化的一个配置 那为什么会跟大家介绍这个呢 因为我们来看啊 它这个可能有好多东西 都是用英文去做的 那有些老板呢 它就不喜欢看英文 我就喜欢让它 用汉字的形式来来去做 然后呢 可能会更加的直观一些 那所以呢 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设置 用这个language来对它进行一个设置 这是它的一个 应该是能够满足我们日常工作中的一些 基本的一些需求了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效果 我们看 是不是下面这个 原来是 Tuesday Thursday 还是Wednesday 这三个周一周二周三 都给它汉化成 中文 汉化成中文 好我们来看 这个 这是他们下面的一些属性 下面的一些属性 就是month意思 no data number 还有这些 好我们来看 这块刚刚 应该是刚刚跟大家讲错了 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效果 周一周二周三 因为它这块 我们看到这块 这块它已经是写成 写成这个汉字了 那比如说 我们想来看一下这个 语言的这个配置 你怎么看呢 从这来看 比如说如果没有这几行 如果没有说 如果没有这个 配置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导入导出 是一个什么样的 我们来点这 是不是英文的 是不是英文的 download png image download JPEG image download pdf download sdg 是不是 然后呢 我现在不想给它显示什么英文 我现在想给它搞成一个中文 那这块呢 download JPEG download pdf 它这块有一个对应 有一个对应 好我们来再来看一下 它是否会成为这个汉化 大家来看 是不是 是不是已经 给它 给它变成了咱们这个中文 对应的一个 一个文字 更加的显而易见 更加的明显 好 那这下面这些 下面的下面的这些 如果说 有那个相对应的 它也会跟 也会给 汉化成相应的一些汉字 好 相应的一些汉字 好 那这个就是 呃 我们这个语言文字的一个设置 还有呢 就是说 我们在 有的时候在图表中呢 数值显示时 往往带有格式化的符号 这里边来说明一下 小数点 比如说 小数点是咱们最常遇到的 这个签称号 还有这个公式的一个前缀 其中小数点是咱们最常遇到的 然后呢 我们可以在这儿 比如说dicimal points 我们让它 小数点号 例如12.50 可以让它带一个小数点号 比如说签分号 在这儿有一个逗号 这样的话 能够给它给隔开 能够给它给隔开 还有这个numerate symbols 公式的一个前缀 比如说 K MG TPE 等等 这些 我们都是可以对它进行一个设置的 设置的 但是其实来说 这个可能咱们用的不是特别的多 因为我们在 往这个图表上进行打数据的时候 我们在这儿 已经对它 打之前 就已经应该对它进行一个设置 所以呢 这个还是看个人公司的一个需求吧 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 跟大家介绍的这个 这些 关于这个 这个high charts 一些主要的一些元素的一个属性的一些设置 我们怎样去通过这些属性的一个设置 来满足我们在工作中的一些需求 那这个是我们 讲的比较 基本的 讲的比较 简单的一些设置 当然了 它还有一些比较 高级的一些设置 我们可以 在这个官网上 去阅读它的这个API 我们来进行一个 学习 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 本节课程跟大家讲的 一些简单的一些设置 这节课就讲到这里 感谢同学们的收听和收看 我们的下节课 再见